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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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录节目真的特别不容易 因为我们有几期 它是在居家隔离期间录的 公司把设备送到我们那儿 让我们自己录 那几天我可太丢人了 就别人出门都是拿物资的 什么蔬菜 鸡蛋 肉 我出去一箱一箱往回临摄像机 后来那小区越传越学乎 就说4号楼302那小伙子快撑不住了 准备记录自己的最后时光啊 而且我就发现 现在的综艺就特别流行去体验别人的行业 我们也整 我和忽兰去送外卖 就你们点外卖的时候 见过忽兰那种白白胖胖乐乐呵呵的外卖员吗 所以说我要收外卖的时候 我看见是他 我都怀疑他偷吃我外卖了 你这个小浣熊 腮帮的骨囊囊的 是不是藏着我黄门鸡呢 然后我们体验一天的时候真的觉得很累很辛苦 但我真的是觉得我们无法真正感受人家的辛苦 就是我觉得让艺人去体验普通人的工作 这个事就很滑稽 它滑稽到什么程度 就好像灰姑娘的故事 我反过来给你讲 一个高贵的公主 要去体验民间生活 然后她的水晶鞋换成了小草鞋 在平民家里 擦桌子 收拾灰 收拾屋子 什么也干不好 坐在地上感慨 哎哟你们的生活跟人家太辛苦了 然后一看表 妈呀 11点50了 我得赶紧走了 再不走 我的五星级大酒店就要关门了 然后呢 我的商务保姆南瓜车在哪里 回头的时候还不忘跟平民说 你们真的好辛苦 我会让粉丝给你们点赞哦 平民们收拾着公主留下来的烂摊子 表示 不是生活太辛苦 是您太娇气了 然后其他真人秀 我觉得也真的没啥意思 就是比如说那个恋宗 我感觉 他们就是顺着年龄往上拍 对吧 先拍谈恋爱 谈恋爱完了就是结婚 结婚完了拍离婚 离婚完了有二婚 我现在就是感觉 会不会很多年以后 65岁的李旦 接了一档恋宗 恋宗的名字就叫 旭贤嘛老伴儿 李旦 绝对是那个综艺里面最受欢迎的男嘉宾 所有女嘉宾都想跟他炒CP 女嘉宾的儿女们都不理解 说妈妈 你看上这骚老头子什么了 妈妈说 孩子 你这回真不懂了 这老头一看就是酒精干 指定走得走呀 然后啊 现在还有那种一线城市的观众 他特别喜欢看那种慢综艺 就是让那个明星去农村劈柴做饭 看他说 哎哟啊好向往这样的生活呀 有什么好向往的 你过年不就回去了吗 而且这种慢综艺呢 我最不理解的地方是哪 就是让一群在城市生活的艺人 跑到农村去生活 然后把牲口当宠物养 那小鸡 小羊 就是养的 起好名字 从小养到大 是吧 然后时不时头上配上花字 那小羊头上 可可爱爱 是吧 我 我是一个内蒙长大的孩子 我从来没在羊头上 看见过这样的字 我看见的都是 四十一斤 然后录完这次真人秀之后 我就真的发现 其实 真人秀里面 没有人是真实的自己 就是因为 镜头会放大 你身上的每一个点 比如你现实里 你摔倒了 你就摔倒了 然后没什么了 但是如果在真人秀里 你摔倒了 会先把所有人的反应 都切一遍 是吧 啪 摔倒 好好好 你没事吧 所以我们呀 在镜头里面 就会变得更夸张 更友善 更文明 更好 就正如著名俄国作家 高尔基所说的 镜头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谢谢大家 我是杨曼 这个 各大平台 各大真人秀制作公司 以上言论呢 没事 这个 不用请他 好吧 没事 我们公司还有其他 同学艺人 上个节目而已呢 咱们就把公司送给我了 感谢 感谢我的好员工李旦 很开心来到怎么办专场 李旦之前说 这个节目很难做 现在真的 请嘉宾很难 这有什么难的 是你们不会的 请嘉宾只需要把人逼到墙角 然后跟他说 别说话 来说脱口秀 今天的主题是别憋着 那我就直说了 其实我不想当霸道总裁 因为我不想再穿西装了 我现在到哪儿 大家都要求我穿着这个整套的西装 今年有多热啊 还要求我穿全套的西装 大家都说 霸道总裁就应该穿西装啊 这是众望所归 对 你们是众望 我中暑 所以今天这条短裤 就是我最后的倔强 而且制作单位非常过分 不仅要求我穿西装 还要求我穿着西装跳舞 跳舞 跳舞有什么好看 跳舞有什么好看的 到哪儿都说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跳舞有什么好看的 实在是啊 这个 干我们这一行的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没有办法 好 这个西装也穿了 舞也跳了 现在要言归正传 最近我也参加了一个漫综艺 叫这个追星星的人 怎么说呢 这个漫综艺 主打的是一个快节奏 明天早上四五点钟 就要起来化妆 然后自驾赶路 一天要开几百公里 然后到了晚上呢 好不容易 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这个时候导演说 快点出来看 星星出来了 我都崩溃了 导演 早上四五点钟 起床的时候就看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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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呢 就是我出场 特别花时间 因为还要穿三件套的西装 真的很费劲 那个节目呢 不光有我 还有我亲爱的学长吴奇龙 两个人加起来 今年刚好满一百岁 其实根本不用抬头看星星 我们两个坐久了之后 只要站起来 哎 就看到星星了 你说人到中年这么久了 追随什么潮流呢 前一段时间听到身边几个年轻人 在一块聊天 说哈 还在玩剧本沙 吐豹子 现在都玩飞盘 听到这个话 我就默默地把我大富翁收起来 然后放在我的象棋旁边 当然了 我觉得年轻人呢 这个追求这些流行的这些玩意儿呢 就是包括录影啊 飞盘啊 那是为了和群 对吧 有同才压力 但是你要说十几年前 你说我去野外住一晚 人家肯定觉得 你有毛病吗 在家待着多好呢 有空调 有电视 关键还有象棋 我跟你说 我下象棋的时候特别霸道 动不动我就跟人家说 别说话 将军 而且现在关于什么娱乐圈 有一些人设啊 标签啊 比如说什么吃货 毒蛇 人间清醒 这个我也是不太理解的 当然了 现在连我也不能免俗 也有标签 我在前两年一个戏 《下一站是幸福》里面演过一次别人的舅舅 在剧里面各种怼我的外甥女 不惯着她 观众说 怼得好 说我是国民舅舅 我惊了 想不到人设现在可以分得这么细 老公负责挣钱 舅舅负责治病 二舅专制内耗 大舅专制矫情 但是不得不说啊 这个人上了年纪之后呢 很多事情会看不惯 火气就会有点大 看看我们刚刚苏醒 嘛流量 妈爱豆 哎 这个苏醒啊 你什么事啊 这些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对吧 妈也没用 你就 要我呢 我就跟他们说 就烦死他们 怎么样啊 恋爱了没有啊 被拍到了没有啊 石锤了没有啊 热搜撤了没有啊 续悬了没有啊 其实说了这么多看不惯的事情呢 不表示我不能够理解 我当然理解 在很多事情我内心都是理解的 其实大家都不容易 对吧 在不影响别人的前提之下呢 让自己舒服一点 愿意露营的就去露营 愿意玩飞盘的就去玩飞盘 不想穿西装的就不要穿西装 愿意跳舞的那就跳会儿吧 谢谢大家我也不憋着了 再见 太帅了 太帅了 帅的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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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太棒了 太帅了 谢谢王晓庆 好